一名22岁的本地大学医学系学生昨天投诉 因为没有接种疫苗而遭校方禁止参加资格考试 马来亚大学今天表示严正看待这起投诉 并将展开调查 马大今天发文告指出 校方严正看待涉及学生报警的行为 校方也愿意与所有涉及方合作解决这起事件 校方解释 马大不仅是个接受高等教育的场所 也是医疗宗教文化体育等各类涉及公众活动的中心 因此校方会采取所有必要预防措施 确保可以控制新冠病毒在校园内传播的风险 这起事件也获得高等教育部的关注 高教部发文告指出 全国人民还在等候接种疫苗 并不是所有人都已经收到接种疫苗预约 包括大学生 虽然高教部鼓励所有大学生接种疫苗 但是高教部提醒各大学不能擅自制定该校的标准作业程序 一切需遵循国家安全理事会设定的SOP 根据国家安全理事会的标准作业程序 有接种或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没有不一样的规定 一切一视同仁 高教部促请各大学关注学生的福利 确保大学生在疫情期间获得平等的学习机会